兒子,我手上你一塊玉杯 就是證據 另一塊你也有的 兒子,你看看,他們是一對的 我親生媽媽哪是個死窮鬼? 你怎麼可以不理媽媽? 你別走認親認識 兒子,不要再麻煩我 兒子,我是你媽媽 我沒有死窮鬼的媽媽 你再這樣,我就當你不客氣 兒子 他…是個職 好… 做得非常好 潮先生,你覺得我剛才表現得如何? 會不會太浮誇? 不會,你完全軟弱得不孝之的狠狠 還有絕? 不用擔心,做得多好 那種絕我喜歡 尤其是過一推,配合你的表情 簡直是神來之筆 看得我不知多想打你一招 謝謝大家欣賞,我會繼續努力的 你加油 廷廷,我們過去聊些事吧 好 稍後拍空場… 神經病 Terry,剛才為何這麼大膽地改對白 那哪有 有,不算你看 為何卡了兩句這麼多? 對呀,剛才程少爺到位 不故意爆肚了 你何止改對白?還加了氣 本身是甩開媽媽的手而已 你現在把她推到地上 是 雖然加了效果好很多 但是…你看路吧 剛才善姐這麼不滿地挖著我 難道是因為我改了劇本嗎? 對不起,善姐 無緣無故為何對我說對不起? 我未經你同意 拍今早的場戲 改了一些對白 是我不尊重劇本 沒有,覺得不錯 好,不需要跟我說對不起 不…怎麼好 也不夠原本的劇本好 你看到我們在談劇本吧? 看到了 如果沒什麼特別的事 請你不要妨礙我們,好嗎? 知道 這場我想簡化一點 如果角色和我全部關掉 但這場只有Terry和沖頭而已 你不是想剪掉我的電影嗎? 你怎麼樣?你是不是聽不懂? 你還站在這裡還沒走? 對不起,善姐 讓我全部關掉你,一場也沒了 知道 這次大件事了 又在這裡看劇本有沒有理? 有理就有理,我都沒辦法 就等下一集了 不,善姐加了很多氣氛 加了你的氣氛就好了 但是我氣氛了她 我還以為她會吸收我的氣氛 你說了什麼就得罪了她? 我在片場,獅子加了兩句對白 但是導演是讚我做得好 善姐就好像生氣了我 但如果她生氣了我 又沒理由加我氣氛 可能她真的覺得你做得好 幫了劇本加分 那她真的有讚我,改得好 什麼?控雙鮮,親口稱讚你? 對,她說你改得很好 不用跟我說對不起 那就出事了 為什麼出事?就是怎麼樣? 她讓你告訴你 她讚你的時候 她用什麼語氣說出來? 我又忘記了 怎麼搞的?這麼重要的事 你竟然忘記了? 不同語氣有不同的演繹 你知不知道背後含意 真的分別很大 不如你再說一次給我聽吧 開心笑著表演 你改得很好 你不用跟我說對不起 她沒有笑的 氣氛了我的版本就是… 你改得很好 你不用跟我說對不起 你又沒那麼生氣 放肆的版本就是… 你改得很好 你不用跟我說對不起 這幾種版本是不是不同的感覺 舅父,你很厲害 一句話而已 可以意識到這麼多情緒 紅相線到底用了什麼版本? 介乎是氣爆版和諷刺版之間 不用心了… 肯定是他氣了你 如果他真的氣了 又會加我這麼多氣氛? 那我看看 他加你的是什麼氣氛 是嗎? 這個丁刀的角色真是恨憎 不是,媽媽生病 問他拿醫藥費而已 你不給就算了 竟然一腳就伸了媽媽 然後跑掉了 那個臭小子 絕對找人收回她媽媽住的房子 讓她媽媽要去逛街 這些不孝子 看什麼時候添收她吧 當然,上去吧 芬姐、蘇姐、中姐 看到你們就對了 想提醒你們 十粒藍刺就沒有廁紙了 行了,飯骨刀 我們會上去加廁紙了 有些人看他前面就會撐到後面 害我沒有廁所,才不會吃 不吃 我寧願去廁所吃飯吧 客氣而已 要不要這樣針對Terry嗎? 舅父,現在芬姐 捨得我越來越不孝 我出道街 人們每個都像群姐那樣廟索 說我是反覆的 當然我明白了 這就是紅上仙 加氣給你的終極目標 雖然每個人很討厭我 但是丁刀變成話題人物 我每天都見報,好像還不見了 殺老江輝不代表永恆 紅上仙的用意就是要破壞你的形象 令你的壞人形象更深入民心 那會怎麼樣? 只要你做過一次成功的奸人 那你這輩子都只能做奸人 你想做正派男主角,絕對不可能 舅父,你說的事是真的 發生什麼事? 剛才阿成按摩椅打電話給我 原本我跟你拍一個母親子廣告 但現在已經取消了 他說我的螢幕形象不符 這個紅上仙太黑心了 你不再做些事補救 你在這行業就沒有前途了 這個世界最不可以得罪的 就是有仇必報紅上仙 舅父,你要幫我 放心吧,當然了 舅父,不用怕,舅父是幫你解決問題的 各位,早安 Terry,請大家吃早餐 早安 是森威廉國的到會 全都是高級的東西,導演 這麼好,請我們吃早餐 最主要是要慰勞你們的 勞虎公公的工作人員和編劇們 令Terry這個角色這麼立體 別客氣了,我們盡自己的半分 當然不是,全靠你們寫這條 這麼好看的母子情 令Terry有機會發揮 別客氣 好,快點吃吧,準備開工了 謝謝你,先吃 紅上仙,你也不理會你 馬上說兩句吧 善姐,我和舅父買了早餐 你吃不吃? 不用了,我吃了早餐 不是,早餐很香的 如果你是做了無聊的事 想討好我的話 不如省點時間 去研究你的角色和劇本吧 不,其實我真的很想他跟你說一聲… 你好? 舅父,看來善姐還在生我氣 改一次對白而已 紅上仙,要不要生那麼久? Terry,差點忘記了給你 新的劇本 新的劇本? 因為我們這場戲 剛加了新的藉口入式廣告 所以對白有點修改 你快點背好 沒問題 今天吃完單車了 這裡有句對白好像不太通訊 先問善姐 你也很大膽 紅上仙,這樣是面對你 你還打算挑戰劇本嗎? 也是 總之待會兒你一字不漏 讀完整本劇本 記住,千萬千萬千萬不要改對白 知道了 媽媽,六點鐘,十里波等 人不見不散 刀哥,你真聰明 這樣做就可以一石二鳥 以後就不用再見到這個死窮鬼 今晚打虎頭幫會找人埋伏 我就要那個死老爺替我刀刀 停 這句再來 今晚打虎頭幫會找人埋伏 我就找那個死老爺替我刀刀 停 Terry,你說錯對白了 不是刀刀,是擋刀 不是,劇本是這樣寫的,我照讀 是不是耍花樣,很明顯是錯別字 你照理,不是吧 那個字是我打錯的 那又怎麼樣? 明知道我打錯了,至於照讀 給我聽說話 我不是這個意思 保理大了,令你能跑場是他 快點,不要再拖了,我真的拖了你 打 Hello,YouTube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劉沛月,阿門 我是蔣祖文 我是胡定欣 我是江美儀 立即訂閱這個YouTube頻道 收看TVB精選劇集精華 喜歡這條影片,記得按讚和分享